1962年11月18日凌晨 西山口邦迪拉战役正式打响 解放军419部队沿公路 向西山口发起猛攻 破晓时分 对方守军一个旅全部溃逃 419部队沿公路急进 直扑得让中 对我们跑到打向中 我们也可加强他 跑来还有只有一个多年 只有两百多人不等三百人 其他都掉队了 这不等 据守得让中的印军第65旅 战斗打响后 竟出人意料地撤出了预防阵地 掉头向邦迪拉方向撤退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有一支中国军队早已在拉洪桥 恭候他们多时了 印度兵都后撤回来了 头里是有流量探开 那是相当的违方的 流量探开后头是有一倍多 一倍多的这个车 车上装在的脉都是印度兵 这个公路两边的全部都是印度的步兵 把黑呀呀的一片都上来 我在那个公路 我还是够的 爬的 炭开过来以后 蒙得起来以后 把这个泡泡桶就死到 它那个连棍带里出去 这个拉花香一拉 本来就几秒钟 三十秒钟的爆炸 就弹领下去 距离不到五十米 这个冲锋枪 一个弹架四十发子弹 口子不丢 只有这样打出结果 运动兵看不到 到 捕捉几桥真的撒破破之力 咕噜噜噜噜跪好几 跪到那公路上 已经到公路里之间的了 把那个机枪推一层 推一层 这让设计比东西一层 爬的设计比东西一层 在这个时候 这个骑射距离 设计数还有多了 有十米远了 这就扣了半几了 扣了半几了以后 这自弹啊 那是密切啪啪啪啪啪 这整个就是把这个 警户车的这玻璃 这夹边这玻璃 就打死了 把司机就 就扔掉了 开的速度也很快 这 在遭到中国穿插部队的顽强阻击后 敌方不成建制的各部 在狭窄的公路上挤座一团 里面有军来 他跳不下去 咱们一个战士就 学了几句 一个动画嘛 战士就喊叫 叫叫不啪 不啪我们是有点腐肉的 结果他们跳过来 把他战士打死 一喊 你什么 十几枪 九几枪 九母八一炮 三母是大炮 一轮车都玩大 把书屁都抓住 哪个战斗真的打起来 搞不得了 那就一个口袋一样 因为我们进去以后 他下到时候开过地 高头是一个 是一个警品的 那一打进去以后 敌人会看到不对头 他就想我回车 我们一把炮弹 掉到车子上 二十几个印度 每一个都没有好处 最后我们车回的时候 那左右两车就跑出 32团向德让宗方向 发起进攻后 为阻击邦迪拉方向的敌军增援 33团团长田启元 带两个营迅速沿公路 向左侧突进 最后天机员带着七年八年 带着机枪来两个牌 上去以后不到两个小时 放着把劲来 天天枪下得横 横起来 枪下得横起来 我说车家伙 过于无敌 已经到生意三年多中 听到邦地拉地方 那个机枪或自动枪 我们就往那边走 33团连夜向邦迪拉方向突进 路上遭遇了敌军密集火力的封锁 19日浮晓 突破封锁线后 部队在一片开阔地上 开始埋锅造饭 整整七天五夜的时间 没有生活做过饭 没有喝过开水 没有吃过一口新鲜的饭 就吃了脏八面 这一做饭以后 那锅也大 反正那后就吃吧 不知道哪里是邦地拉 最后 旁边上来过后 就那个时候 打个地图一看 呦 就邦地拉到那位置 已经快到了嘛 是吧 结果这个时候 我们正在看的 地图都炮上来了 咣咣咣地炸在我们这个 还不跟进来 你还给火呢 火炸就不容易过 当中的第二炮他就都跑去了 风能啊 哗啦哗啦给炸过来 下去的事 炮都炮不怕呀 面对敌军的突然袭击 雷应俭显得异常镇定 他冒着纷飞的炮火 在阵地上转移伤远 过去把一个扎丝 也竟然腿都过去 炸炸了 炸炸了 那腿那肉 吃了发起来 也结果就把那腿子跟 热吃 五蛋 慢慢地吃了 以后不能炸 那都是 以后我去看 这个水 上来 打了这炮过后 我记得我们团长 把我交集 他说你说 这个炮从哪来 从哪来 我说 从山那边来的 那炮确实是从山那边来的 这个 当时也不知道 这个山有多高 最后呢 说上去侦察一下 几十年前 战场上的通讯 还没有现在 这么发达 尤其是在这场 世界乌几之战中 中印两国军队的 通信联络上 其实都出现过 阵地与阵地 指挥部和部队 失去联系的情况 18号佛小 当中国军队 在邦迪拉主峰下面 埋锅造饭的时候 敌方指挥机关 还不知道 中国军队呢 已经攻克了德壤宗 并且早已经切断了 印军62旅的退路 而此时 驻守邦迪拉的印军 第48旅 是对手所剩的 唯一一个 有组织的部队 当时 他们接到的命令是 派出一支配有 轻型坦克的 机动部队 增援德壤宗 由于当时 中国军队还没有 这一地区的 军事地图 指挥官呢 也并不知道 他们要攻克的 这邦迪拉主峰 其实就在眼前了 当33团团长田启元 带着三个连爬上山头 想要查看一下地形的时候 就正好和印军的增运部队 撞了个正招 爬爬以后 来了个90度的转弯 拐了一个弯以后 就开始比较平一点了 这平点什么 一过来以后 怎么看 怎么有两个印度兵啊 这两个印度兵 一看见我们以后 撒牙子往山上跑 他就往山上跑 我们还正迷动不了的 连达正经合 拿着手下 往天上打了两枪 冲 刚刚往山上冲 这部队就开始往山上跑 这一冲以后 第一个子弹就 撒一下就下来了 那个子弹当时打的 就撒痘子一样 而且那个枪声也 哐哐哐哐哐哑 响得相当厉害 那火力相当旺 一部分也给撂倒了 印军强势的火力攻击 出乎所有人意料 然而密集的火力 并没有令战士们退缩 接着一片茂密的竹林 战士们英勇前行 那个竹林子那个柱子不装 走像什么样子 迷迷迷迷迷的走 当时你打的敌人 可能有个二三百米以后 站到竹林里头 我不去 不对 1962年11月18号上午 驻守在邦迪拉的印军48旅 接到了印军考尔将军的电话 考尔命令48旅 派出部队增援德让宗 而此时他还不知道 56旅已经放弃了德让宗的阵地 正向邦迪拉方向后撤呢 上午11点的时候 两个步兵连 四辆坦克 两门山炮组成的特遣队 离开邦迪拉阵地 开上了前往德让宗方向的公路 与此同时 48旅还同时派出了几路人马 离开防御阵地 在密林中搜索可能出现的中国军队 此时十一时33团的团长田启元 因为无法断定 对方邦迪拉主峰的具体方位 他命令三个连沿小路上山去搜索 其余各部沿公路寻找战机 这一天中午时分 印军增援德让宗的特遣队和搜索队 和多路并进的中国军队 正好下路相逢了 于是原本在双方预料之中的一场弓箭战 突然变成了密林峡谷里的一场混战 18日中午时分 33团一支侦察分队刚刚翻过一道山梁 就与印军48旅派出的特遣队 在狭窄的公路上撞了个正着 此时邦迪拉地区枪声大作 配属33团的炮兵们相继占领有力敌势 不等命令就自行标定射击目标 一时间公路两侧和阳长小道上遍地开花 路上咱的渠途就只搞笑 扶他扶他过去 今天等到地上来 地上有多少人冒不清 哗啦哗啦就上来了 那班人说咱都要打 一会儿弄了个塔海碑木 头头这么臭这么长 带爸爸也只有长 把地上的头一车过来 红了一刀把那车头砸了 放下发的鞋子 砸了红细子直凑就长进来高 以后却还能离手 都要砸死了都说冒不清了 黄昏时分 杨洛泉所在的33团三营 爬上了一座山顶 但他们并不知道 这里正是邦迪拉主峰阵地 这屋打得横下的 结果走了一个小时看到 屋切开了哈 山上哦 不高一个山 全是森林 森林的全部都看光了的 因为地上来去公司啊 当住他的射心啊 所以都看光了 因为一穿插过后啊 这个邦迪拉有多远距离的 里面的有多远 多少兵力不知不知道 包括我们的团长 包括我们的司长 他都不知道是邦迪拉 由于依托公事进行防御的印军 大部分外出巡逻 此时邦迪拉主峰上 并没有多少敌军把守 十个人 还是十个人过后 都说有钱一哈打到山顶上去 邦迪拉主峰 山顶上去过后啊 这个天都晃了 因为主峰上来的人啊 你这个其他的包脚子 知道不他都晃了 邦迪拉主峰上呢 有一个指挥的是一个女将 在指挥 扫将旅长来指挥 这个旅长必打死了 魏培周时任33团卫生员 清理战场时 他发现了一名 被当场击毙的敌军长官 下边穿了三个战事衣服 三套 咱去就拿着垫子 拿着刀子 后来把他发过来的时候 文言的死的不死的 给的发一幕和死的 后来把那衣服穿了一脚 脚了三奖 里边这个有检长 就是的 应该检长恶级的很穷 应该检长都恶级 他服的凶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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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没有 以后往那抬过来 给他 给他一堵 回报了 你还问你这个人 你不跟这个人打了 这个人打了 邦迪拉主峰阵地失守后 对方并没有放弃抵抗 在邦迪拉主峰周边地区 因48旅各部 依托碉堡攻势 密林山口 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混战 一开始还能往下冲 走一走 最后根本就冲不动 第二火力太旺 印度炮击最厉害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株林里边 我当时就是 甚至一斜要一倒一下的话 那株子 株子那个叶子 就能掉下一层 听到半山腰上 子弹横飞的密集声响 团长田启元意识到 自己大大低估了 对手的势力 于是他亲自带着 九连的士兵 向山下飞奔 这个人有个最大特点是啥呢 打仗不怕死 所以部队也给流传那个外号下 田儿杆子 这田儿杆子一上来以后 一看到又这死这么多人 急了 一把就把旁边那个警方员 那个自动枪就搭过来 他马上冲开了 邦迪拉打下去 我们也跟着追 我们在步兵后面跟着屁股追 步兵在前面追 追到邓家威那个地方 三三团一个派 和敌人的冤兵遭遇了 但是我们得下去 这个派 街道就打 此时已是19日的夜晚了 一整天马不停蹄地奔袭 各连队相互失去了联络 现在就能 就能等两三个小时 那不做 但是前边墙上几点 呱呱呱呱 那么大的 他在后边基地不行 咋一回事吗 那我们知道这不动干啥的 说没情况 前边那么大阵 那张阵就不用兵吗 摸摸摸 他就摸了五六个小时 以后一点点 挺动静的 一边摸住 一边挺动静的 黑了你又看不愿 一万一不你 谁进去 后面吹在那里 破晓时分 33团二营五连 在一个山奥里 碰到了团长田启元 此时田启元 和他所带的三个连 几乎都失去了联络 见五连赶到 田启元下达了战斗指令 先出这路 风声不 碰起来就大 就说这句话 警察在哪里你不知道 一发现警察就开火 你不要为他是张三慕斯 卡通没他的人 卡一旧马马亮了 这时候的 整个征强放一二百里米斯 有一个啥包 有一个校庭车唱 就练个拉车唱 那么大的地方 里面停了七八车 五六车那个警察 掌上的炮单 那平安还一百百房子 置了一个盘子柄里 我上就供这啥口 我看一排这儿上 这一排这儿不下打用 一排这儿立活的 我立活的看 不见得 我说一排跑哪去了 一夜奔袭 游成林所带领的五连 在密林峡谷里 几乎是各自为战 一百多人的建制 此时已全被打乱 当他冲进一个 印军营房的时候 身边只剩下了通信员 和一个老兵了 一边上 上半的枪 我玩玩风大了 我说你过手边 我下了这么多人 你手边一扎 荒文的话 你还怕打死敌人 我说这么多敌人 我再跟我手里打 一个手里打 大了房子里边 这边两后鬼 三人妈家愣交货 最后给上去一个烙饼 我装着上去 给他装着房子给我打 烙饼拍大的时候 后来一发自带 把那烙饼洗什么了 现在我给你说 不能说那烙饼名字 那烙饼都选不负压了 是抛他的 由整理人北京 反击这样开始了 二次入役了 重新划上这一场 一块来的 啥子他分下来了 烙饼洗手 我把那抢杂 我做成了重复杉 就做成了房子 就落了两色子 烙饼名字 大 1962年11月2日 扶晓 准备再次组织防御的 印48旅 向茶库方向集结 但此时 通往茶库的三个方向 都已被中国军队占领 我发现这 正下方的这个 那骑士 呜呜呜呜 骑士不是那 撒路吗 他不是直上来 那个撒路 他上这路 就是很蛇行上来 所以他那灯就 呼啰呼啰 十几二十两 七十 就找多少光了 呼啰过来了 呼啰过去了 这家库随时 有多少病了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这家库随时 上来以后说 这家库随时 接着他很明昂大 把火箭筒拿 进一上 啵 打高了 我一下就火了 大不是什么 抢 比你够 你干啥 你这啥 结果后 接着他 啵 打准备后 一发 一手追向 接着他 啵 啵 就这一发 这个司令火加 通知就抛弹啊 集中进入烫克 一手追向以后的 整个整个人 北京 东西亚自卫犯 这家抢手 和抛手 就绝集了 二十日凌晨 因第四十八旅 全部瓦解 四天之内 中国军队 三战三截 印军四个旅 和赶来增援的部队 全军覆没 回复战斗组织 排队 牌犯牺牲了 把这个牺牲了 战事牺牲 连着我 两位工作 就继续 要动员啊 继续再战啊 所以就把七名列丝 盖快用北部一过 搁到一块 酒啥呀 盖快放后价 列丝放后价 咱们四人也不说 一孩子肚子 像他 挖了一时就哭 哎 那人看见自己的战友 那当然们 前面战友多少年 战友的牺牲了 除了士兵们 随身携带的急救包 当时战场上 没有任何医疗设施 许多伤员 因失血过多 停止了呼吸 11月20日扶晓 茶库战斗结束后 编制节 带着二营一鼓作气 继续向纵深 又奔袭了十几公里 看了切磁铺 你看电子就没黄黄 很清楚了 最后跟天局员报告了 我都搬山上来 天局员在山顶上来 这个有这么一个 你怎么都报告不通 跟天局员报告不通 最后可能他部有一个 副政委叫耿孝徒 电话给他打出来 说我他妈远接了 打几个路起来 你都拿他他妈 给台撒去 到饭里去 你把蛋壳接了 好心手吃 我说你胡说八道 我一个以后 打他妈的十五个梗头 我蛋壳他妈都 别到那树里子里边 我给你那个结巴子 我都拿他他妈 台撒的 这个台撒的 那我撤不回来 我只好在这个地方了 话虽这么说 但编制节还是意识到 问题可能有些严重 编制节参战前 在中国和不丹边界 曾担任过军事联络外交官 他知道 如果中国军队 就这样进入了印度境内 国际舆论将会如何 和大作文章 拍了两个白带 你们三个找找找找 找了半天找找一个 七十多岁的老汉 一开始是照顾见老百姓 在这当中期来 这个老百姓嘛 无需的 就牵着毛驴 牵着这个牛 干的牙就回来了 老的烧的 奶的绿的 通通穿着一个野色 红的 通过翻译 我们翻译啊 这个野色 一些横着横着 一些传下来的 老人传下来的 说是谁呢 翁城公主当时 最喜欢这种野色 我说你交了的时候 你大孩子 你交了 你们交了 交给他大来了嘛 大来了嘛 还交给一哈楼 老孩子说 哎不 我们交了的时候 我交给 打来啦嘛 没有交给 没有交给你 那我们就对了 我们就没有跑出锅了 我们还得过来 我只是看见你 提斯普尔了 看到提斯普尔的灯光 雷丛帝所在的 十一师侦察连 开始准备执行新的人物 在英朝山口 他们把自己都化妆成了 印军士兵的模样 那常说不了话就 你不要吭气 会发一朵话的人 光说 那衣服服装都留下了 衣服都亮着 死活都惨了 咋了 邦迪拉大劫 中国军队士气高涨 看着喜马拉雅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 战士们各个摩拳擦掌 我们到提斯普尔就弯一弯 把锅打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提斯普尔都乱了 跑就跑啊 跑就跑 把敌人那个装卡 开上了以后 几个战士的就上到车上 我们把那个炸药下 跳跳炸药 绑那么长 都绑好了 准备下去炸铁楼 结果突然 遇到中央军队一个支持 一个没命令 不对停止现金 11月21号 在中印传统边界线以北 迈克马洪县以南 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 中印边境反击战第二战役宣告结束 此次战役当中担任打头的五十五师 抛富的419部队和击备的山南军分区部队 一共兼敌5000多人 缴获了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 而战斗结束之后 敦国军队开始打扫战场 这个时候 这些冒着枪林弹雨 一路奔袭而来的军人们 才有时间 有兴致 环顾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时隔近半个世纪 说起达旺 说起邦迪拉 说起当年他们曾经浴血过的那片土地 老兵们依然还记得很多的细节 他们依然对那片土地 面年不忘 这家雀无声的 这大生年啊 那边那可不是 那边天气热化啊 背包一聊 有得把面固脱了 插得 扎裤子或者是扑脱形作的 那那琵琶是有种种种的琵琶是的 上面那琵琶花开的 一朵都开的线红线线红的 那上次可以中间 可能黄一片 又一片 这一牛啊 这大海牛 海洋漂亮飞着 猪片飞着 量色那么多 还比我们在这某路上 比我们四汉 他们的这个是在 两极 两极倒过 是不是啊 这个是在 那些地址 山上地址 这么大 一两极中 那个炮子干 这么大 这个山上 河边 河边 倒住的事 老兵们念念不忘的那片土地 至今还在印军的实际控制之下 面对无奈的现实 有人曾用六十达赖 苍阳家措写过的一首情歌 来形容老兵们对藏男的思念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情思营绕 原来不熟也好 就不会这般神魂颠倒 一群年过七旬的老兵 一份隐秘纠结的情感经历 一段难以释怀的岁月往事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1962东线往事之 停战前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